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垂钓珠天》第二卷第十一集 登峰 北峰的心神震动 这血池内的血液可不是普通的血液 而是先天神魔的精血 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说不得这精血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充满了活性 机缘 天大的机缘 北峰的呼吸都有些急促 二话不说 立即向着离自己最近的血池赶去 这一次说不定 能够将我的真龙血脉 达到现阶段的一个极数 北峰激动无比 自己的真龙血脉 如今已经达到了三成的巅峰 想要再进一步需要海量的资源 如今一口血池的出现 却足以省却了自己无数的苦工 当年这座城池内 不知生存了多少的生灵 若是如此 这三百六十五口血池也足够了 可想而知 这血池内拥有着多么庞大的精血 北峰认准了方向 身子横跨天空 不断地向远处赶去 不仅仅是北峰 就远城池内其余的生灵也同样得知了血池的所在 纷纷纷地疯狂了 只是三天之后 北峰就已经赶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血池所带地 入眼所见 乃是一座雄伟无比的建筑 高达数十万丈 模样似是一口高出地面的谷颈 谷颈之中爆发出了一股雄厚的血气 直冲天雨 注入到上空的金屋体内 而除了北峰之外 还有树头生灵活了下来 赶到了此地 这些生灵 无一例外 皆是拥有先天神魔的血脉 其中最强者在北峰看来 血脉浓郁度已经达到了四成 北峰的到来 仅仅只是让这几头生灵侧目 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波澜 这些生灵尽管神志低下 容易被自身的情绪所掌控 可也并不是傻子 本能地感觉到了北峰的强大 北峰看向这一口 似是高出地面的古景建筑 这就是血池 北峰抬头 看向了建筑的最上方 而后一跃而起 身子直接闯入到 冲天的血气柱子之内 身躯猛然不受控制 瞬间落入到这口血池之内 在北峰消失之后 其余几头生灵才反应过来 翻翻有样悬样地钻入其中 进入血池之后 北峰就是双眼一花 而后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峰之下 山峰高达百万丈 北峰所在的山脚处 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池子 池子之内一缕缕的血液沸腾 抬头向着山峰之上看去 北峰能够看到无数的血池 越是靠近山峰巅峰的池子内 气血越发的精纯 这倒是一个提升修为的好地方 北峰露出了笑容 对于山底下的血池 以北峰的目光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这些血池内的血液 不过是最普通的先天神魔血液 而且呢 还是经过稀释过的 越是往上 血池内的血液 愈发的强大精纯 这些对于北峰没用 可并不代表 对于其余之人没用 北峰发力 准备将血池内的血液 收进小世界 可惜没有半点的用处 根本无法撼动 果然 要是能够将这些血液带走 那么想来 早就在无数年前 就被全部带走了 哪里还会等到自己到来 北峰也不意外 之前只是抱着 万一侥幸的心态 小世界的门户开启 北峰一挥手 上百万天命格的长老弟子 纷纷出现在此地 拜见阁主 突兀地出现在此地 不少弟子有些骚乱 但是在灵天象 四位天命师的带领之下 纷纷安稳下来 向着北峰行礼 这里 乃是一处造化之地 能够得到多少造化 就看你们自己了 这些血池 凭自身的实力渗入 不可逞强 北峰嘱咐众人 就算是这稀释过之后的血液 对于普通舞者来说 也还是太过霸道 天命格弟子百万 实力皆是不凡 因此能够承受的 可以获得巨大的好处 诺 灵天象点了点头 而后开始联合 其余三位天命师 以及无数长老 开始安顿弟子 北峰见状 也没有再停留 而是直接向着 山峰之上攀登而去 这也是因为此处空间的独特性 乃是先天神魔的小世界 因此天命格的众人 才能够出事 真要到了外界 那就有些麻烦了 北峰皱眉 这些天命格众人 可是其余世界的舞者 一旦到了外界 如此多的舞者一下子涌入 无疑会遭受到 天道意志的关注 对于天道意志来说 这些舞者 就是没有身份的偷渡者 与本地的舞者争夺资源造化 只要天意稍微懂点手段 下场就是凄惨 之前万古天宗众人进入世界 一来是因为 当时进入此界的舞者实力呢 都不太强 连封地境也没有 其此 是建造了血肉祭坛 整个宗门宝库 消耗了无数资源 用以祭天 就为老祖趁机将自身的精神 融入到天地意志之内 万古天宗这才顺利地落户 可天命格不同 实力强大着比比皆是 天地境巅峰 足足有四位 其于封地境不下百位 如此规模 自然会迎来天地意志的关注 一个不慎 就将是灭顶之灾 特别是如今 此界星辰呢 说不定已经蜕变为了超级星辰 天意更加地强大 北风一边向上 一边思索着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成为此界最强者 得到天地意志的认可 举世之力 铸就神庭 一切外来客 即可从神庭门户 进出此界 而不会被天意所针对 就比如 古之传说中的南天门一般 一切牛鬼蛇神 想进入天庭 唯有从此门入口 想这些 还是太远了 当务之急 是先将眼下的好处弄到手 北风摇头失笑 而后接着向上 每前进一段距离 周围血池的血液质量 就会增强几分 当北风达到 十万丈左右的高度时 这里面的血池内蕴含的 已经是没有经过 任何稀释的 先天神魔的血液 北风停下脚步 尽管这种 没有经过稀释的血液 对于自身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却依旧不被北风看得眼中 破 当北风还想继续向上的时候 身子撞上了一层 无形的屏障 阻拦着北风继续前进 北风周身涌动出了 一股无上的威压 语出惊雷 瞬间就将身前的 无形屏障击碎了 这道屏障是为了阻拦一些实力不够者进入 越是向上 血池内的血液 愈发的精纯 实力不够者进入其中 非但得不到好处 反而是取死之道 北风明误这一道屏障的作用 阻拦一切实力不够者 当迈进这一道屏障之后 北风深呼吸了一口气 此地空中弥漫的血气 太过庞大了 北风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真龙血脉 都在颤抖咆哮 要不是北风将其镇压 说不得都要显化出形体 听众们 感谢您的收听